字幕志愉快 Hello 自从上周出《游陵开始制作小吉他》之后 很多朋友都对《游陵开始制作乐器》产生了兴趣 像Felix他又想再安排他的老师团队 来到我们学校参加再次制作另外一样的乐器 卡路斯除了教人做小吉他之外 另一样比较制作得多的就是这个舞子琴 而我曾经教过大家制作的舞子琴 就有我手上这两款 这一款就是10音舞子琴 而这一款就是17音的舞子琴 在学校里面我教学生制作 就多数是制作这一款10音的舞子琴 很明显它就只有10音 而我亦都曾经制作过影片教大家如何制作它出来 而我今次想教老师团队做的就是这一款17音 其实在几年前我都曾经教过 教过大家怎样做17音的 不过当时就是买这款17音舞子琴的套件 让大家去装嵌 所以木板并不是自己锯的 笋位也不是自己做的 而我今次想结合 用这个10音舞子琴的技术 教大家如何由零开始 制作这个17音舞子琴 大家真的不要走开 其实要做这个17音的舞子琴 不艰难 其实我们大可以不理这些手指信口 只需要准备梯形的面板和背板 再准备四条木条作为側板 就可以建构出这个梯形的柱体 所以做法先是在AI画出这个梯形 这个梯形上面大约是114mm左右 下面是135mm 而它的高是185mm 那我为了一切过 就做两个梯形 于是我将画好的梯形 就复制多三个出来 然后就用AI挡去进行激光切割 注意我们是采用3mm厚的白羊木夹板 做面板和底板 但如果条件许可 应该像小吉他那样 用实心的混杆 或者是桃花芯木 那音色就会更加漂亮了 这次我们一次过准备四块的底板和面板 大约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切割出来 至于面板上面的音孔是怎样做的呢 你可以用极光切割机或者CNC做也可以 但这次我想做回圆孔 于是我就会教老师 用38mm直径的平底转 夹在转床上面 去转出这个音孔 而转孔的时候 最重要是三分四次 将这个平底转的中心点 和你画的中心是对准 然后才好拉下手柄转下去 至于很多人问 圆孔的中心点应该在哪 这一点我反而觉得是没什么所谓 之后我就为各位老师 准备了一些25mm寬度的木条 大家不需要用尺度尺寸 只需要量度梯圆的斜边做一个记号 然后再用各尺画出垂直边 就可以拿去进行切割了 进行切割前 要先把木条夹在功夫鉗上面 利用左手的拇指甲 用来限位 然后把鞋边拍齐这个拇指甲 轻轻前后拖几下 再拿开拇指进行切割 大家有一点要留心的 就是我这种日本鞋的鞋齿是向后的 所以应该是向后用力 向前就不要发力 只要你向后拖拉的时候 用力到位很快就可以鞋断了 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鞋在另一条斜边 就可以先把这两条斜边 黏在面板上 今天我们做这个手指琴的整个过程 都可以用tie bond胶 或者这个白德胶 其实讲到做乐器 用tie bond胶的效果就比较好些 但是由于干的时间比较久 就需要用到GCAM来定位 如果很多人一起工作不够GCAM 又贪快的话 就可以用白德胶进行干黏法 我教过很多次了 最重要的竅门 就是要塗得够薄和均匀 两个接触面都要塗门胶 等干5-10分钟之后 一黏就会黏得好实 好了 黏好了两条斜边之后 我们先去量度底边和顶边的长度 为什么要这样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两条斜边是有厚度的 黏好了才量度 尺寸就会更加准确 不过我建议大家不要量度到那么准 留一点松动位 作为打磨 好过铁短左侧边留纳位 跟刚才一样 你用这种日本的刀铁 铁出这个上底和下底 如果想它和这个斜边的接合好些 就要轻斜少少在沙子面进行打磨 自然如果大家有信心的 用沙子机打磨效果就比较快了 而且打磨角度要准些 跟斜边贴合好些 也比较容易 之后也可以用干切法 黏上底和下底 但记住 上底和下底的侧边都要加少少胶 让它们和斜边的接合都不要流纳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四条边 因为这四条边和面板的接合都非常受力 否则一旦装螺丝装钢片的时候 它叠开 手指和面板流纳 音色就会非常难听 之后大约在双螺丝的位置 我们要多割一条木条 在沙子机上面打磨少少斜边之后 就放在这个位置黏住它 这块木片是会作为双螺丝的补强作用的 自然为了加快速度 我们也是用干切法去完成它 最后要完成音箱前 就要黏在底板上 这次我们又试试用一下泰邦胶去黏 但是就正如前面所说 如果用得泰邦胶 就要用GCAM去夹死 等它干才行 等干头拆键之后 就可以将整个共银箱 拿去做一次打磨 如果大家不打算上颜色 这个时候最好就尽情将 所有激光消焦的痕迹 以至于接合位置 那些木条搭出来的地方 都磨走和磨平它 万一刚才这个上底下底 接合的地方有点蜜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沙子机旁边捡些木碎 混合泰邦胶 搓两下 那些痕迹就没有了 之后呢 老师就会给四个配件给你 其中一条没有坑的木 就大约距离上底一只手指位 在这里贴下去 由于受力不大 也都不急于要很快干 所以用泰邦来贴都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需要贴着这条木条 就安装这条金属条 做法呢 就是将这五个洞的位置 先用圆笔记下来 由于安装的螺丝比较粗 不能就这样扭进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转道孔 用的就是直径3mm的转嘴 转完呢 就用五个螺丝为金属条定位 但这个时间呢 千万不能将螺丝完全扭 很紧 只剩下那条有坑的木条 就要距离之前那条木条 28mm距离之下呢 就贴下去 放入白钢枝落坑呢 就整个母子琴的结构上 已经是完成了 如果担心白钢枝在安装钢片的时候 脱出来呢 你可以在头尾放一滴AA胶 之后呢 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安装钢片 工具方面呢 我们需要一个调音锤 和一个普通的铁锤 首先呢 要将17条音条 依照这个形式排好 然后呢 就逐条依照位置 插进去金属条的孔里面 但你留意一下 插的时候呢 我有五个孔呢 是没有插的 这五个孔的位置呢 就是刚刚那五粒螺丝的位置 那这五条呢 分别就是低音C 中音C 中音D 还有中音B 还有高音C 在不插这五条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正在扭着那五粒螺丝 扭着之后呢 你会见到呢 每一条钢片呢 都是弯了的 而钢片的尾部呢 就被木条承托住 钢片中间部分呢 就被白钢支承托住 因为这样才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的 至于剩下那五条 插进去呢 就是考师傅了 大家留意一下我做的动作 就是用一个调音锤的尖端呢 放在一条木条上面呢 轻轻将尾巴的钢片叫起 然后再用铁锤呢 在前面敲打 那条钢片呢 就可以慢慢归位了 五条的做法呢 都是一模一样 当五条呢 都用这个方法摄了下去呢 就可以轻轻地整理一下 每条的位置和角度 然后就可以进行调音了 至于调音了 因为总共有17个音 所以调音的过程呢 当然是漫长了 但是它的音色呢 确实是比起之前我们做的十音琴呢 是好很多的 而今次呢 我们由零地开设了一个 17音的拇指琴呢 比起买来的套件呢 都不差得去哪 好明天当你制作了一个 17的拇指琴呢 你就不会再喜欢玩 十音拇指琴的了 其实就是吃东西的 有17尾菜 当然比10尾菜好吃很多 而做17拇指琴呢 的技术呢 并不比做11拇指琴多了多少 主要都是割板割木条 以及上几口螺丝呢 我相信大家看了影片 一定能够学习到的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 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